吃不吃饭 吃 吃量量体重 你瞅瞅你啊 小柚子 你都四岁了 才14.3公斤 薯片 不行 咱俩吃饭呢 薯片不行 咱们两个吃饭吧 妈妈去整饭去啊 吃不吃饭 那吃饭你吃什么薯片呢 你啊 那不吃饭能长高吗 天天不吃饭 你不饿呀 饿不饿 饿了 就饿了 嗯 有点累撒嬷吧 行了 等会吃饭啊 嗯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小柚子呢就是不爱吃饭 现在都已经四岁了 四岁了这个体重 还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 14.3公斤 从三岁到四岁 才长了一公斤 哎呀我真是愁死了 吃饭的时候呢不好好吃饭 然后吃零食呢 也吃不多些 但是零食我都控制着给他吃 基本上都不给他吃零食 我都特别的愁 对于他这个 就是长个子这个问题 还有体重这个问题 跟他同龄的小朋友呢 都比他长得高 他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基本上比他长得都高 天天就因为这个吃饭的问题 总是苦 跟他一天出生的有一个小女孩 那个鞋都穿到18号的了 他呢现在穿15号的鞋 你惭不惭愧呀你啊 嗯 惭愧呀 那咋办呢 那咋办呢 那怎么办 医院 医院 上医院干啥去啊 上医院灯儿打一针呢 咱俩去吃饭行吧走吧 行不行 这回行啦 多吃啊 嗯 对吧 一吃饭就可委屈了 咱也不知道为啥 咱们两个吃饺子啊 嗯 你吃几个呀 嗯 吃两个 嗯 两个够吗 嗯 够了 嗯 坐在那等着吧 你去饭你下来嘚瑟啥啊 全都嘚瑟啥 哈喽 开心啦 嗯 小柚子呢 哪一点都很好 也非常的懂事儿 然后自己玩玩具玩玩之后都会收起来 就是这个吃东西这个真是个问题啊 然后水果蔬菜不喜欢吃 水果本来是什么水果他都不喜欢吃 吃苹果啊 就吃苹果 他有的时候就吃点苹果 哎呀 这个真的是很头疼 朋友们如果有好的办法 请帮我出出招 小柚子真的是特别懂事儿的孩子 他才四岁 就是他在两岁多的时候就特别的就是那种体贴 特别暖那种 嗯 就记得两岁多出门的时候领着他 有的时候我会抱着他吗 抱着他 抱一会之后他就往地下赠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 那个时候他还表达不太明白 然后他就说妈妈 我说妈妈累了 他说嗯 妈妈累 就是特别特别暖心的这种孩子 但是就是这个吃饭这方面 真的是让人头疼 以后好好吃饭听见了吗 多吃水果啊 嗯 才能长高 长大啊 嗯 画吧 你不知道吗 妈妈不知道 什么颜色呀 小柚子 嗯 你说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嗯 加油 好好画画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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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